我们现在讲第十五个要点 这是重要的 重生得救的人必有的表现 有些人到底他们是不是得救了 得救的人有什么表现呢 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 这六点是圣经所说的 得救的人必有的表现和果子 那有些人问 那没有这些果子是不是得救了 是不是做这些事情得救 我要很清楚地说 得救不是靠行为 得救是信靠耶稣悔改 信靠耶稣做救 得救必定是信靠耶稣 不需靠行为 但圣经也说有神的同在 就会结出果子 有重生的人必有果子 必有生命的果子 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这里是圣经讲出的六点 我每一点会解释一下 就是让你知道 这个是人基督徒必定有的表现 第一个是积聚离罪 有不同的经文都讲到 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 行政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 我们曾经看这个加勒泰书5章19至21节 也讲到这些人不能承受神的果 这是说人没有真心的悔改 继续犯罪 他可以是不得救的 但你会说每个人都有罪啊 这个重点是他会不会悔改 有些时候人会没有留意到自己某些罪 例如有些人到死的一天 还去骂老公老婆 他其他罪可能会处理 但这个罪还是没有处理 到底他是不是得救了 他有些地方好像尊重神 有些地方没有尊重神 这个我觉得神是审判 但你看这整个生命 他的表现 的确有些人到死的一天 还是会讲闲话 其实神会对我们说话的 越与神有亲密关系的人 越受到神的感动 叫我们去罪 但我也的确看到有些人 他们甚至是传道人 是不到家 但他们所做的 例如他们万安所的时候 退人 这个我觉得是罪 因为他是荣耀自己 但他还是继续做 到底他是不是得救了 我们没有权柄去审判他们 我们不知道神去审判 因为真的我们都看到 很多人有罪 继续有罪 但他们也有得救的表现 但重点是我们真的知道罪的可怕性 有些圣经有清楚警告的 例如这个经文讲到 不能承受神的国 也讲到不饶恕人的 神就不饶恕他 这个非常的清楚的 这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就 真心的悔改神了 上面我们不要停留在罪中 知道在罪中可以是不得救的 就是说人如果继续的 继续的不饶恕人 他可以去到一个程度 会失去救恩的 在里面继续有 争恨人不饶恕的话 曾经有一个非洲的牧师 他撞车死了 然后这个网上也有他的影片的 然后他去了天堂 见到天堂很好 然后天使带他去地狱 带他去地狱 就看到这些很恐怖的惩罚 然后天使对他说 如果你的生命车今天关了 你的份也是在这里 他听了 很惧怕 我常常传福音 为什么会在这里 然后这个天使说 你为装死之前 这五天几天 你的太太曾经打你一巴掌 要你不饶恕她 几天都不跟她说话 圣经说 不饶恕人的 天父也不饶恕 他听了就很惧怕 但天使说 神给你恩典 你现在可以回去 然后他回去之后 他回去告诉人 神对我这样说话 那些人听了之后 马上就去处理 他们所有与人的关系 他们以前没有这么认证的 但他们想到 听到这个见证 神是这么认证的 他们就不敢 不敢不去处理 马上去处理 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会 知道罪的可怕性 不要以为 很多人都犯这个罪 很多人都骂老公 我这样说 他骂比我更厉害了 但他可能去地狱了 你是不是要跟他去地狱了 所以我这个记罪 但我们要知道是悔改 真的 我们需要悔改 但同时我们明白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但不代表我们犯罪 是可以继续犯罪 为什么我也不明白这一点 为什么有些人 继续骂人 没有感觉 圣灵又没有感动呢 但可能他们会说 我的老公这么不好 所以必定要骂了 或者是这个人不好 所以我不能饶恕 我真的曾经跟基督徒说 有基督徒说 我说 你饶恕你的丈夫 他说我不能饶恕 清楚地告诉我 他几十人都是这样对我 我说 圣经清楚地警告的 神不饶恕 不能去天堂的 他有问题 你为什么将他的问题 拉在身上 你可以不得救的 但他就是当时不接受 我希望将来可以再劝他 他改变 这个 我自己不敢 我 所有任何一样罪 我都不敢 因为我知道 不但是不能得救 很多时候是不能得到 神的提升 神的计划 神的祝福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是不是 神不祝福 就很困难的 每一方面都困难 好了 第二 继续信靠神 这两点是与救恩有关的 因为我们信主的时候 都是悔改信主 是不是 然后第三 第四 你可以写下来的 第一 第二 跟救恩有关 就是信耶稣的时候 会做的 我们继续做 然后第三 第四 是跟关系有关的 与神的关系有关的 然后第五 第六 是跟行为有关的 三 四 是关系 与神的关系有关 第五 第六 是与行为有关的 好的 然后第二点 继续信靠神 然后这个经文讲到 信耶稣是什么意思 我想问你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接待是的 接待他 接待他意思是 接纳耶稣 接受耶稣 做救主 还有是主人 因为耶稣是万王之王 你接受他 就是让他在你生命中做王 接受耶稣做救主 接受他做你的生命的主 如果有人 是信耶稣 当他所做的 是自己做主 什么都是自己做主 这样的话 他可能不去真的信靠耶稣 不去接待耶稣 有一次我去旅行 有一个人坐在我旁边 我不知道怎么样开始了 他知道我是牧师 然后他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 这个经文 你们与不信的 不要同负于恶 他说 这个经文 不需讲到婚姻 他说 这个需讲到做生意 不要跟非基督徒做生意 我就说 你看看撒文 讲到是什么了 光明与黑暗 有什么相交了 这个经文是讲到 不但是关于做生意 也是生命上 与黑暗的关系 不能与黑暗的关系 他听了我这句话 在这个整个旅行 我们在同一个旅行吧 我们去不同地方都一起的 但他不再理睬我 再没有跟我招呼了 因为他 他的心里觉得 他为什么这么坚持了 他说 如果神要传递这个意念 婚姻 不能与不信的结婚 他应该说清楚 因为这个是重要的 因为没有说清楚 所以他说 用解禁的方法 所以这个经文 不需要讲到婚姻 他是这样 他的看法 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信念 但判断就是这样解释圣经的 但我会这样说 后面所说的是 我们光明 光明与黑暗 有什么相交了 然后说到 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 所以 是不要与 不信者人 有什么 亲密的关系 就是 我们最好 最信任的朋友 也应该是基督徒 因为 非基督徒 他们没有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 我们可以与他做好朋友 但最信任的 应该都是基督徒 不能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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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朋友 不能生交 不一定不能生交 你可以生交 但不是最好的朋友 你最信任的朋友 你最信任的 因为你 就是 跟他会谈论 与神的关系 你的生命的方向 就是我们应该是 与基督徒 交往 因为非基督徒 总会影响我们的 影响我们的生命的 这个 我用这个例句 就是说 他 因为他 可能受某些人影响 就说 不一定要与 基督徒结婚 他就因为这个方面 不愿意接受 圣经的话语 他就发露 圣灵有没有提醒他呢 我不知道 或者是他提醒了他不听呢 或者是他是不是得救了 我不知道 但这些就是 有些人就是不要 没有让耶稣做主 我希望我们都去 让耶稣做主 但 是不是完全 完全百分之百 被耶稣掌权了 才能进天堂呢 我不能这样说 我不能这样说 但总是 意思是 我们是接受 做救主和主人 到什么程度了 这个是神联夺 我们不知道 其实我会这样说的 神会知道 圣灵住在谁的心中 这个人是得救的 没有圣灵住在里面 是不得救的 有圣灵住在里面 有继续感动他 他会回应圣灵的 这个人是得救的 然后第三第四 是亲近神 关于关系的 第三点 就是亲近神 藏在耶稣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竟然就多结果子 人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自己 掉在外面枯干 人洗起来 任在火里烧了 我曾经在 有些教堂讲到 然后我问他们 你们有多少人 在家中会祷告了 他们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举手 我就说 我们信耶稣 必定与神有沟通的 必定有祷告的 与神有关系的 没有与耶稣有关系 就可以去自己 掉在外面枯干 人洗起来 任在火里 这个是什么火呢 是地狱的火 但有些基督徒去教堂 但没有祷告的 与神没有关系 但不断去祷告 有些人祷告 他们只能祷告 神要求你依据我 求你给我钱 求你给我一个妻子 丈夫 这种祷告 不会得救 这个与得救无关 我们可以用祷告 但最重要的祷告 是悔改 认罪 所以我们带领人信主的时候 必定要告诉他 祷告的时候 必定认罪 而且不算是口认罪 心里知道 我这样骂人 讲闲话 不看中神 都是罪 我必定要 憎恨这个罪 离开这个罪 悔改 才是与神的关系 也回应神的感动 从圣经明白 神的话语 然后神感动我 我就回应他 亲近神不但是我祷告 神也跟我们沟通的 我怎样回应神的 对我的感动呢 然后第四 爱神 这是最大的诫命 尽信尽信尽义尽力爱神 然后哥林的前世 十六章二十二节 这个禁文很清楚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主可咒 所以这里说 如果有人 完全的不爱主 他是可主可咒 就是不得救 因为神这么大的恩典 他对神 没有爱的心 没有感激神的心 没有觉得神是 很奇妙 很大的恩典 没有呼应神 没有亲近神的话 他可以是不得救的 这是圣经所说的 然后第六 尊重神 就是圣经也说 有些人说 主啊我奉你的名 敢鬼 行义能 但耶稣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 唯独尊行我天父 己的才能进去 所以不尊重神的 不能得救 但这个 我的确见了很多了 我见了很多 在教堂里面有些人呢 很容易吵架啊 纷争啊 骂人啊 犯罪不觉得有问题啊 有些 就会玩了 就找几个人一起去打麻将啊 去赌博啊 就是我听过的事情 有 我听过一个教导 很多年前听过这个教导 这个教导是什么呢 得救是你信主的时候 重生是你停止打麻将的时候 重生就是你停止犯罪的时候 你就是重生 圣经有没有这样分开了 是不是 得救跟重生是分开的 其实没有重生就不能得救 没有生命的改变就不能得救 但这个的确是有限的教导 我曾经去宣教 有一个地方 他们告诉我 我们这个地方相信 原信耶稣没有行为 也是得救的 所以你不要讲这个道理 但他说你可以讲 鼓励人爱主啊 尊重神啊 侍奉神都可以 但你不要说 他们没有这样做不得救 但他这样告诉我 我没有跟他辩驳 因为我就是 但他允许我去讲 鼓励人去爱神 去服侍神 但我真的觉得 人完全没有行为的话 他是不得救的 然后第六 是很多人来说 是有正论性的 侍奉神 首先我说侍奉神 不代表 一定是在教会里面 有侍奉的岗位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任何坐在主的弟兄身上 任何祝福人的 都是侍奉神 在马太福音 两个比喻 第二第三个比喻 都是讲到侍奉的 第二个比喻 五千 二千 一千的 银子的仆人 五千 两千的 赚了钱回来 一千的 将这个钱埋藏 这个钱代表什么呢 这个钱应该代表 他的恩赐 他有的资源 他有的能力 他没有使用 埋藏了 没有为神使用 所以这个包括 侍奉 这是他的生命 没有被神使用 是埋藏的 第三个比喻 绵阳 善阳 就是有没有 坐在主的弟兄身上 有坐在 好事 坐在主的弟兄身上 他就是绵阳 然后善阳 去进入 为魔鬼和他的世界 所预备的 永火里面 有些人看这个经文 不会觉得 不会觉得 人完全没有 侍奉神 不能得救 因为他们相信 信耶稣就得救 所以侍奉神是 你得 有些人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听过 你想得救 你信耶稣 你想有赏赐 你就侍奉神 有没有听过 你想得赏赐 你就侍奉神 但其实圣经说 你必要 侍奉 祝福人 这个侍奉 就是在日常生活 见到人 就鼓励他们灵命 帮助他们 与神的关系 任何方面 侍奉 荣耀神 都是侍奉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应该做的 不是 神必会掌赏 但不是为了掌赏 神是喜悦的 好了 这六点 有些人说 有人快要死了 你传福音 他没有时间 侍奉神 怎么办呢 他能不能够去天堂了 他说这个 与耶稣同定的 另一个犯人 能不能够去天堂了 其实这个犯人 荣耀神 这个人从来没有 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你德国建立的时候 求你祭奠我 所以他是相信 耶稣是掌权的 就是说 你有这个国度 我信靠你 然后这个人 从来没有做过不好的事情 所以他是公开的荣耀神 但你说有些人 快要死了 都没有机会 做见证 怎么办呢 其实 他的生命要彰显 荣耀神 任何一方面 可能就是 他点头 我信耶稣 也是荣耀神 当然这个是 最低限度的 吃风 但如果你带人 信耶稣 我鼓励你 你说 你有朋友 他你 你就说 耶稣很好 耶稣祝福我 我们也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 他经历圣灵 他更有动力改变 我告诉你一些 我为人祷告 临死的时候 这见证 有一个人 他是本来是道教的 而且是非常投入的 他为道教建造 庙宇 非常投入的 当他临死的时候 常常见到火 梦中常常见到火 他就很惧怕 他就告诉他的 我们叫 圣婆 圣婆 普通话叫什么 师父 因为他的师父是基督徒 他就告诉他 这个师父 愿许我 就说 耶牧师 你可不可以去探他 我就去探他 我就说 神让你看到这个地狱的火 因为你没有耶稣 没有 神是真实的 你信耶稣 就能够得救 脱离这个 永火 他就愿意信耶稣 我就带领他信耶稣 也在病床上 为他 安守 为他施洗 然后他就再没有见到这个火了 他信主 但他的太太没有信主 但这个 师父 还是继续传福音 后来这个 太太 病了 请他 请我去为他祷告 我为他祷告 我问他 你祷告 有没有什么感受 他说 有 很舒服 我说 耶稣令你这么舒服 你想不想 信耶稣 他说 想 他两个都信了耶稣 另外 有一个 信耶稣 他活了很长的时间 但他的丈夫就不长的时间就离世了 另外有一个是这样的 我的一个教友 我说这个见到火的就不久 他已经不久就离世了 另外有一个教友 他说 我的妈妈病得很重 很严重 他有心壮病 中风 有糖尿病 肾晒节 所以肾晒节 医生说不要洗肾了 没有用的 太严重了 医生说 但因为这个肾晒节的问题 他满身都有这个毒素 六树在里面 就很痛苦的 这个女儿就说 牧师你可不可以去探他 为他祷告 我就去探他 然后 我为他祷告 问他 祷告有没有什么经历 他说 有啊 很舒服 我说 佛有没有这样 我说 你愿意信耶稣吗 他说 不愿意 为什么呢 我 我信了佛很多年 我这个 什么呢 这个 观音 这个 我忘记这个名词 这是与观音 有一个月 已经很多年了 所以不能离开 归一 未必是归一 就是有一个月之内 然后我就 还几次探他 而且探他所有家人 通常我是这样的 我探一个人 整个家庭 他们什么人来 我都为他们祷告 他们整个家庭都经历圣灵 每个都经历圣灵 然后 后来我探了几次 没有时间 再没有去了 后来呢 过了半年了 半年之后 忽然这个女儿 她继续有去我的教堂了 突然发信息给我 请你马上去 为我的妈妈祷告 我的妈妈找你 我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会找我呢 我就问他 为什么找我 他说 其实他这样说的 为什么叶木序 今天没有来呢 很奇怪的 我已经半年没有来 他就是神感动他 为什么今天叶木序 没有来呢 这样说 他的女儿就马上叫我来 然后我就 他的女儿问他 为什么你问叶木序 有没有来 他说叶木序 为我祷告很舒服 我就去找他 为他安守祷告 然后我就问他 有什么经历 他说很舒服 我说 佛有没有这样帮助你 他说没有 万一有没有这样帮助你 没有 那我问你 那你要这个真的神 还是这个假的神 他说我要这个真的神 他就愿意马上信主 马上收洗 然后我就说 那你信了耶稣 你这个偶像要不要拆了 他说 好啊 拆了 真的拆了 然后 他们的家人都说 医生说很痛苦 但他直到死的时候 都不痛苦 这个很奇妙 而且另外一点 有一天晚上 他看着天花板 在笑 因为他的糖尿 他的这个圣晒节 所以他 大半年都没有笑了 因为痛人不笑的 但当天晚上他笑 望着一边笑 就眼睛转到天花板的另外一边 也在笑 他的女儿觉得 他是必定见到一些意象 见到天堂 或者是耶稣 天使之类 这个是 就是说我 带领人信主的 两个比较奇妙的经历 另外有一个很奇妙 有一个教友 他说请你探我的婆婆 因为她有病 我就去探 我按这个门铃 后来他告诉我 你按门铃的时候 他们家中的偶像的灯 马上就 烧了 马上烧了 同时都 烧 明白烧了 就没有光了 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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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 黑掉了 黑掉了 坏了 马上就 坏了 烧了 是不是烧 烧掉 烧掉了 马上就烧掉 所以他的婆婆 就信了耶稣 他说 要不去来 为什么会有这个 能力的 这个就是神的祝福 但我要说一点 这是我们 见到人 病了 严重了 我们都必定告诉他 想一想 你一生人所犯的罪 有没有 不但去普通的罪 你有犯个什么罪 你向神怨罪 神就必定赦免你 你真的说 神啊 我真的不应该犯这些罪 求你赦免我 神就很喜悦 神就赦免你 这个怨罪悔改 他愿意这样做的话 就更肯定 他去得救 不但去说 你跟我说这个祷告 不一定跟你说这个祷告 必定得救的 不一定祷告完就得救 因为他没有真心的悔改 我们必定带领人 真心的悔改 然后与神有关系 然后你也可以问他了 耶稣好不好啊 耶稣好 这个就是见证了 这也是侍奉神 就是让他在病床上 也侍奉神 耶稣为你做什么 你祷告 有什么经历啊 为你祷告有什么经历啊 有平安 感谢神啊 感谢神 他感谢神 也是荣耀神 是不是 你就让他在病床上 也有机会 荣耀神 而且是这样的 你的女儿来的 你告诉女儿 你的儿女 信耶稣好不好啊 他这样做 也是侍奉神 所以我们不但是带领 他信主 也是带领他真心悔改 也带领他去 做荣耀神的 在他的病床上 都荣耀神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站起来 亲爱天父们 感谢赞美你 感谢赞美你 因为你是活的神 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你就活在我们的里面 你就在我们里面 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 赐给我们动力 去离开罪 去悔改 离开罪 信靠耶稣做救助 也去亲近神 爱神 尊崇神 服侍神 请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的 周围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教友 都去 借助果子 不但去信耶稣 去借助果子 也告诉他们 你既然借助的果子 神很喜悦 神必定祝福你的 神必定纪念的 就鼓励人去借助 更多的果子 他的生命也必定 蒙神祝福 求神帮助我们 看到神的美善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我们是信靠耶稣 得救 是白白的礼物 但我们得救 必定借助果子 感谢神啊 哈 里路亚 哈 哈 请你帮助我们 常常 亲近你 进入你的里面 你也进入我们的里面 在我们心中 做王 做主 哈 里路亚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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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神真美好啊 耶稣 我们爱你 我们 慎重你 主啊 帮助我们 借助更多的果子 去荣耀你 完成去为了荣耀你 不去为了荣耀自己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祷告 奉主耶稣 基督生命 阿们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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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知道 借助果子不是人的行为 而是神改变我们 神感动我们 然后我们回应神的感动 我们就会借助果子了 好的 祝福你们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